日本北陸的栗山黑布 这里有小阿尔卑斯山之称 是很多日本人都许愿 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观光圣地 因为这边海拔很高 被雪冰封 栗山黑布一年只有不到八个月的旅游期 去年十一月底就封山了 直到明天四月十六号才会再度开山 今天就能过镜头 带您一游这个雪白国度 我猜是 都会有空到雪山换发 想要上海里自然警官文明的栗山黑布 第一种交通工具是栗山缆车 这里的缆车为了配合陡峭山地 车厢就好像阶梯一样也是斜的 倾斜角度29度 也因此前后两站海拔落差500公尺 却只要短短7分钟 就能够抵达第二站 美女瓶 从美女瓶看出去眼前一片开货都是影白世界 这时候还要再转搭高原巴士才能够继续上山 巴士站为了迎接栗山黑布开山 请来神官举行祈福仪式 拜拜 拜拜 旅选了四个多月 丽山黑布官方路线四月中旬终于正式对外开放 当地媒体争相采访 德国媒体也特别飞来捕捉丽山的魅力 搭乘高原巴士途中 眼前积雪越积越厚 从膝盖高度到一个人高 一层楼高令人惊叹 现在已经是四月天 现在第三黑布呢还在下着雪 可以看到旁边的这个巴士休息站大概是两层楼高 旁边的雪壁就跟这个巴士休息站是一样高的 大雪纷飞 避免好不容易开通的道路再度冰封 外首和除雪姬分工合作 运转中的除雪姬分出高达三层楼房的雪花 正往上去到达飙高2450公尺的湿海 一整个冬天累积的雪量十分惊人 到两行雪地高度超过15公尺 这些其中有如梦窄仙境 丽山和日本富士山白山定称为三代神山 能够亲眼看到丽山的大雪壁 可是许多日本人梦寐以求的欲望 丽山一部最好玩的地方啊 丽山一部大雪滚 在今年据说会高达18公尺以上高的大雪墙里面 好像走在冰箱里面可是一点都不得 甚至还可以把里面衣服都脱掉穿短 就在那里奔跑 其实这就是在丽山黑布大雪谷里面的热取值 很难想象丽山当地虽然盖了饭店 但是为了不破坏大自然 饭店里头餐盘垃圾等等会制造污染的东西 全部都送下山洗干净了再印上山来 大自然鬼斧神工海拔高度三千零一数公尺的立山 十一月底就会被大雪低峰 四月中清除金雪之后对外开放 也就是说一年中只有短短不到八个月 能够进入立山黑布欣赏自然风光 有的是一直到夏天大约六月中旬都还能够赏雪 感受大雪地带来的震撼 记者许冠时陪至日本立山黑布采访报道